大家好,我们继续讲汉字轩然 这个轩然呢,我们现在讲到是运 动 那么现在这两个字呢,简化了 这个君因为改变了 这个君我们不用君了 我们是借用它这个发音了 云,韵,变成借用了它的声,简化字 所以现在是简化字以后 它只是一个声符 没有任何到我们汉字里面最基础的 联想的这个作品 它只是一个音符 所以我们有时候学这些汉字 是把我们的整个思维又说回了 很简单,很直观的东西 我不知道这种是叫做进步 还是叫做往回走 你说进步也行 你说往回走也行 在不同的角度去看 现在呢,既然是运动也借用这个 云,变成这样的运动 那么先讲这个运 这个运势啊,它就是一个战车里面 周边挂着旗就好像我们上次讲到轩然的宣誓 它在车子的三个方面都挂满了旗 铺满了旗,这就是一种 一种气势 表示了这样一个气势 这是因为军了 军队出去都是很有气势的 它的车里面飘扬的旗帜 高高的飘扬,围着这个车里面 三个方面 前面就是拉马 后面三个方向都是有旗帜 在那边呢,这就是一个军 这个军呢,在行走 这个军在行走 这就是运 这个军看上去很壮观 很有气势 这就是运 运送粮食 运送我们的物资 这是一个运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 运 这个动字呢 还比较怪怪 这个动字 它最早在经文里面 是这样子表述 它是 这是辛 辛苦的辛 辛老的辛 它本身就是克刀 这个克刀呢 专门用来做什么呢 这个克刀 就是在俘虏上面 画一个叉 画一个东西 或者是把它的眼睛挑掉 真的 把它的左眼挑掉 这就类似一只眼睛 类似一只眼睛 挑掉一只眼睛 完了之后呢 还要它们负重 上次我们讲东的时候 就讲 讲过 这是一个 把狼的上面和下面 一只羊皮缝好了 上面下面捆起来 这是东字原来的名字 最早 它的读音就是托 托去吧 这东字 它的发音 还保护着 我们最古老的这个发音 这个东 完了之后在图上 干过 最早这个字 经文上是这样子写 哇一大串 画得很长 那么 后来呢 它这个字 就慢慢 它这个字呢 有动的含义 它又变成了 早期就是这个同字 这个同字就是负重的东西 主要来的是这个含义 后来这个字呢 又改了 改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站在 这样一个 狼裹上面 下面 土 就是人呢 牵着这个布囊 越来越大 在土上里面 行走 在这边呢 这里面 有这样一个字 这就是 这就是例子 这个例子 类似于很像我们的梨 现在的梨 用牛牵的那个梨 最早期是用人牵的这个梨的 这就叫做动 运动运动 就是负重用力去拉着这些东西 这叫动 其实动呢 它不一定是用力的 最早期 它表示的这个含义 就是负重 去做一些劳力 耕田 主要是耕作的过程当中 这是动的 其实小孩在跑的时候 有没有负重 没有 我们的人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负重 有时候是刻意去负重 有时候 我们的 看到一些小虎在动 他有没有负重 他没有 但是他原来的含义 就是这种状态 那么现在 简化成这个字之后 我们叫做 不知所云 不知所云 因为用力去推动这个云吗 还是借用它的发音 这个用力推云 这个云字的音和那个动的音 又好像关系不大 所以呢 现在它变成了完完整整的 是一个语音符号 它没有了这种丰富的联想和学习的过程 这就是我们这次讲的 这个运动 这两个字 这次我们的汉字宣然 又讲到这里 谢谢